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疫情以后的全球化 今天已经过了清明了 从去年12月开始的疫情已经过去4个月 中国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 一开始是大家知道因为风口而遗物 后来又在封城过程中使出了铁腕 那么在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以后终于控制了疫情 今天在中国如果不出现反复的话 可以说疫情基本上已经结束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 这个疫情还是在如火如荼 现在暂时还看不到那个结束的迹象 但是正如历史上一切文艺一样 其实它总是有结束的一天的 而这个疫情会给我们国家和这个世界会带来什么影响 现在已经是大家在议论的问题 而且这种议论往往要联系历史 但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的 不过我关注了一下 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些话题 它那个联系历史进行 进行现实的考察 一般来讲都是从两个角度着眼的 一个就是从大国兴衰的角度 说这场这场疫情以后 什么国家会兴起 什么国家会衰落 乃至老大会不会异位之类的 我把这个称之为叫做战国的角度 主要是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看 还有一个就是讨论 它对所谓文化的影响 比如说什么人类 怎么看待自然 以及什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劣 以及现在有些人讲的 什么西方有拒绝戴口罩的文化 中国好像是比较喜欢戴口罩 诸如此类吧 当然在历史上还有人讲到 比如说这个黑死病 以后发生文艺复兴的事 黑死病使人对宗教产生怀疑 产生世俗化倾向等等等等 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说实在的 我更关心的是 这个疫情或者说这个大疫 对这个人类历史上制度变迁造成的影响 这个制度变迁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实说 从人类的宏观的尺度看 大国兴衰 无非是过眼烟云 这个从来没有一个永远不衰的大国 但是这个大国兴衰 对对人类命运产生的影响 其实往往是不一定的 比如说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 原来世界的老大是英国 后来变成了美国 但是从英国到美国老实说 也就那么回事 是吧 当然就英国人和美国人当事的双方而言 老大衰落了总是不高兴 老二崛起了总是很高兴 但是从传人类的角度讲 你说英国当老大和美国当老大 有多少区别呢 其实没什么区别 但是如果英国衰落了以后 既起的不是美国 而是纳粹德国 那情况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是吧 因为假如是既英国以后 崛起的是纳粹德国 那就不是谁当老大 谁当老二的问题 而是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与野蛮 随胜利的问题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啊 这个制度变迁 当然是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是吧 那么因此我今天呢 就是想从历史到现实 对这个 这个大义 在历史上的影响 这是包括已经发生了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 就是黑死病 是吧 和正在发生的 正在发生的 我们不妨也做一些 那个预测 因为我是其实是很反对预测的 我也认为历史学没有预测的功能 但是几种可能 对一种逻辑推论 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是吧 尤其是通过这次新冠的抗议 两种体制都给出了他的作业 是吧 我觉得对这个作业进行一些比较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 我们对一场大义的后果 都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分析 我前面已经讲了 可以从大国兴衰的角度 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 但是我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 都强调的是制度这个层面 是吧 那么就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历史的反思而言 主要就是14世纪中期的 可以说是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人类历史上 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文艺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流行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黑死病流行 是从亚洲起源 经过中东传到南欧 从南欧传到西欧 从西欧传到北欧 最后又传到东欧 是吧 可以说在他的最短短几年间 可以说除了极个别的地方 比如波兰的南部 比如那个意大利的米兰 这次意大利米兰闹得特厉害 但是在黑死病 在14世纪黑死病的时候 米兰是姓缅的 米兰有过一次最严重的 就是从他起源的叫米兰瘟疫 那是17世纪 那是几百年以后了 但是这一次的黑死病 他是幸免的 但是除了米兰和波兰南部 可以说整个欧洲都被席卷了 那么席卷以后 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文化的变迁 但是我这里现在着重要谈的是 制度的变迁尤其是这个黑死病的后果 对于欧洲农奴制的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按照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认可的一种说法 西欧黑死病最大的后果之一 就是造成了或者至少加快了农奴制的灭亡 农奴制的衰亡 当然有人说 早在14世纪黑死病之前 西欧的农奴制已经出现了衰亡的迹象 但是他的那个整个衰亡过程的那个那个主要环节还是在黑死病以后的 而且主要的原因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由于黑死病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 是吧 现在基本上以前说的是三分之一 那么现在说是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 而且总体来讲是城市最严重 农村比较 比较还不是太严重 有些城市黑死病像那个意大利的维罗纳 据说是就死了三分之二的人 是吧 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因为中世纪的城市比较脏 而且人口又密集 他跟乡村相比那个传染的特别厉害 所以人口死亡率也特别高 是吧 那么这个大量的人口死亡就导致黑死病以后地广人稀 劳动力很稀缺 是吧 呃 还有一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由于城市中死亡率更高 是吧 他传染率高 死亡于人口巨减比农村更加严重 所以在预后恢复以后 他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为当时城市基本上是空了嘛 就需要有大量的人来填补 一方面整体劳动力减少 使得劳动力更加稀缺 呃 我们知道根据呃 供求规律越稀缺的要素持有者 呃 在以后的谈判中就越有谈判地位 对吧 你总是一般来讲在这个呃 经济的要素配置中总是稀缺要是要素呃 要更有呃 要更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是吧 这个呃 黑死病以后普遍出现地广人稀 就是土地赋予人呃 人力颈缺这种状态 那么你有土地的人显然讨呃呃 呃呃 还价的能力就下降了 那么有劳力的人呃谈判实力就上升了呃 再加上当时不光同样的一个行业有这种情况 还有跨行业的情况就是农民 进城是吧 那么由于城市衰落的比呃 由于城市死人比农村更多 那么呃 大一以后就有了更多的进城的空间 而大家知道这个农民进城本身就是农奴制衰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大一以前就是这样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在西欧有一句中世纪的谚语嘛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城市是怎么形成的 城市就是逃亡农奴构成的 是吧 那个那个农村是体制内 这个和我们中国改革以后是不一样的 中国改革的时候 农村首先是走出体制 是吧 就是走出人民公司 但是城里头还是大国化 还是还是国有化 是吧 但是西欧是正好相反的 农村是中世纪的体制 就是农奴制 但是城市呃 至少理论上讲市民是自由的 是吧 那么农民跑从农村跑到城市 实际上是从体制内跑到了体制外 呃 就是投奔自由了 是吧 那么当然这个呃 黑死病是加剧了这个 是加剧了这一点 是吧 那么由于这个劳动力稀缺 各地封建组为了招来劳动力而展开竞争的结果 就是他们都需要给农民一些好处 是吧 比如减轻封建负担 呃 提高农民的地位和收入 呃 取消人身属负 呃 呃 而且呃 鼓励农民成家立业 呃 因为那个时候 呃 各个封建组都希望增加人口 是吧 就是对农民的成家也提供了各种优惠 这个优惠呃 呃 其中就包括鼓励人口流动 是吧 因为你只在领地内 呃 那个那个那个结婚是比较困难的 是吧 那个那个呃 如果要使大家有更多的结婚机会 你还是得增加呃 人口流动的 是吧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就使得这个农民的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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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度变得呃 就是很明显的就提高了 是吧 那么呃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由于黑死病以后那个呃 呃 劳动力的价格上升 但是土地的价格下降 是吧 呃 那么有些呃 原来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 就是农业的那些领主 他就不愿干了 他就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金密集型行业 所谓资金密集行业就是养羊 是吧 就是用大量的农奴来种田 当时被认为是有点花不来了 那么但是养羊业很赚钱 养羊业需要大量的资金 当时的贵族不一定有这些资金 但是他们可以解决一个 他但是他们可以采取一个办法 就是把他们的土地呃 呃承包出去 是吧 就是包给一个呃 有投资能力的呃 呃养羊业者 是吧 让他来到这个地方去呃养羊 那就是后来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圈地运动 是吧 那么圈地运动本身也会造成农奴制的消亡 因为他就把那个原来种田的 种田的人就少了嘛 是吧 就就就就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 那么在整个这个呃黑死病过去以后的呃 一百年内啊 呃 这个这个这个呃 农奴制就基本上在西欧 尤其是在英国就基本上就没有了 是吧 而且不但农奴制没有了 农奴变成了自由农民 自由农民本身他的地位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是吧 因为自由农民 我们就算他原来是穷的 没有什么东西 他无非就是要么当电农啊 去租地 是吧 要交地租 要么就当雇工啊 去打工 但是在劳动力稀缺而土地富裕的情况下 呃 当时产生的就是地租会下跌 而工资会上升 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呃最初是呃 电农还是故宫 他都会因为人都呃呃呃呃呃呃呃地多人少 地价地租下跌而工资上涨而获得好处 是吧 那么因此他们都有可能呃呃 变成农场主啊 变成那个呃 变成那个呃呃家庭农场主 是吧 那么呃呃 由于这种变化也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一些变化啊 就是通常我们讲 现在搞经济史的人都认为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先有过一场农业革命 是吧 呃 否则你就不能解放劳动力嘛 你就不能有大量的人去去去去去搞非农业嘛 是吧 那么也造成了手工业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繁荣 以及市民社会的逐渐兴起 是吧 当然我们不能说 后来近代化的要素就是黑死病奠定的 是吧 因为实际上黑死病以后 欧洲的经济 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也有过坎坷 也有过什么16世纪的危机啊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是吧 但是从长时段来考察的话 大部分的历史学家还是承认 黑死病前后 西欧出现的变化 尤其是农奴制的消灭 对那里能够率先走出中世纪 而发生近代化的转型 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 是吧 这个是他在欧洲的 在西欧产生的结果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黑死病在东欧和中东地区 产生的作用却是相反的 我们知道 黑死病是从中东传到欧洲的 是吧 那么传染欧洲的中东 和又从后来又从西欧传到东欧 那么以及被西欧传染的东欧 也发生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和人口下降 土地荒芜 这些这些现象 是吧 但是东欧和中东出现的过程却是相反的 中东地区原来的农奴制 依然存在并没有出现消亡过程 而东欧更是有意思 东欧原来是没有什么农奴制的 是吧 在那个这里我要讲 这涉及到一个农奴制定义问题 以前比如说大家如果看看苏联传统的教科书 因为他们总是说 那个苏联从基伏罗斯时代就进入了封建制 封建制的农民肯定是不自由的 所以那个时代老实讲 基伏罗斯时代就有了农奴什么什么 但是那个我觉得是有点牵强附会的 是吧 基伏罗斯时代应该说有少量的奴隶 不是奴仆 不是农奴 是吧 就是所谓的哈罗普 是吧 但是人数很少 大部分的农民都是农村公社的成员 当时还是自由的 是吧 那么东欧的农奴制 尤其是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地方的农奴制 其实主要是在15世纪开始的 是吧 15到17世纪逐渐发展 一直到18世纪 就是叶卡捷琳娜那个时代 发展到登峰造极 是吧 我们通常有一个说法叫做 彼得大帝开始向西方学习 其实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 主要是学那个 有点像我们的洋务运动 主要是学船间泡利 实际上俄国的经济发展 还是向着农奴制越来越巩固的方向发展 是吧 那个那个 彼得大帝并没有学习 西方那种西欧那种 当时西欧都已经农奴制都解体了 但是在欧洲 但是在欧俄 农奴制还是在发展的 是吧 所以那个时代呀 应该说农奴的农奴制是在 属于以后发展起来的 是吧 因此在历史上就有了个说法 说农奴出现了后发的农奴制 或者又有人叫再版的农奴制 是吧 甚至有些人从传奴的角度讲 叫做二度农奴化 当然严格的说 在某一个地方并没有出现两次农奴化 是吧 他们讲的是第一次农奴化 就是指的西欧的农奴化 是吧 但是西欧的农奴化没有了 在欧洲范围内农奴制再度兴起 就是在东欧兴起的 是吧 但是当然了 无论东欧还是西欧 其实农奴化都只有一次 是吧 在传欧的范围内 你可以说这叫二度农奴化 那么为什么会有二度农奴化呢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 东欧和中东的这种农奴制强化 也被归因为瘟疫后的人少地多 劳动力稀缺 是吧 也就是说原因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劳动力稀缺 是吧 但是在西欧 劳动力稀缺导致 导致农民都自由了 但是在东欧就正好相反 劳动力稀缺导致了 自由农民的农奴化 是吧 这方面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 叫做多马理论 或者又叫做多马假说 是吧 就是俄国有一个俄裔的经济学家 这个人经济史家 这个人很有名 曾经当过美国经济史学会的主席 他原来是俄国人叫Domasiewicz 后来到了俄国 就把这个Sewicz给去掉了 就叫多马 是吧 那个到了美国 他就叫多马 多马因为他是俄国人 他本身就喜欢研究农奴制 他研究农奴制的结果 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不仅俄国是这样 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农奴制最容易发生在 人多地少 劳动力稀缺的地方 是吧 他说道理很简单 劳动力稀缺 你就要把这些人抓起来 是吧 你就不舍得放 他说如果劳动力多 你就不用这样了 比如说我们 我们中国 那些地主一般都有一个 不太人道 很难听的说法 叫做反正人那么多 是吧 三条腿的蛤蟆难找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是吧 我不用抓你 来求着租我的地的人 有的是 是吧 他说但是如果人很少 是吧 那就不会有人来租我的地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要抓人来租 是吧 那所以他说 这个农奴制 比较适合于 人多地 人少地多的地方 是吧 他把这个东西不但用来解释 德国的农奴制 而且把它认为是一个奴役制度 其中包括农奴制和奴隶制 产生了一个一般性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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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叫做多马假说 他他自己这么讲的时候 还是一个假说 但是到了他的学生 就变成一个实证的结果了 我们大家知道 他的学生就是很著名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的Fogger 是吧 那么他就制造了一个 更为轰动的一个说法 说那个美国的奴隶制 美国南方的奴隶制 也是因为这种机制造成的 而且他就不是假说了 因为Fogger是搞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史的 他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 这个奴隶制是很有效率的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就 就有就就形成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比较 对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 是吧 可是可是很多经济学家 老是想不通的 因为从经济学 从纯经济的角度讲 是吧 从纯经济的角度讲 一般人们都认为 这个某一个要素越稀缺 他的谈判力量就越强 是吧 土地稀缺 地主就说了算 劳动稀缺 那劳动者就说了算 是吧 就是就是要价就要价而言 肯定是这样 是吧 那么那个劳动稀缺 怎么反而是地主说了算 是吧 这个大家就觉得很难理解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其实多马并没有讲 多马强调的是另一方面 多马强调的是东西欧的互动 多马提到啊 当时啊 因为西欧 由于我刚才讲的这些原因 这个农民不但获得了自由 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比原来好 消费能力比原来强 而且那个城市经济也兴起了 非农业也兴起了 因此他们对农产品的需要就特别 那个那个就有了很大的增加 是吧 那么这个 无论是直接消费的粮食 还是作为工业原材料的农产品 都有了很大的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地广人稀的东欧 就成了一个欧洲粮仓 是吧 在东欧就兴起了那种 出口导向型的商品化农业 是吧 东欧的大庄园 当时主要是商品率很高的 那个出口型的大庄园 这个和美国南方的种棉花的 那个种植园是一样的 是吧 因为美国南方的种植园 也是靠低人权优势 呃 产出大量的出口商品 如果没有出口市场 它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但是有了出口市场 它就有可能有效率 是吧 就是他那个 呃 你说奴奴奴制本身有没有效率 如果有效率 非洲奴奴制是最早的 是吧 那个你说农奴制本身有没有效率 那如果有效率中世纪的欧 西欧的奴奴奴制 呃 也是更早的 为什么这些就没有 就没有效率呢 是吧 那么多马说啊 那是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呃 强盛的外部市场 是吧 强盛的外部市场 就使得呃 这个出口导向型的 那个规模化经营 特别有呃 特别需要 是吧 而这个出口导向型的 规模化经营 自由小农是没有优势的 是吧 自由小农呃 这里我们要讲经济学上 关于土地改革的呃 效应就有一个说法 说土地改革可能会使农民 呃生活过得好一点 但是会导致农民的商品率下降 是吧 因为农民就生产出来的 他们就自己吃掉了 是吧 但是那个呃 那个那个农奴制庄园 奴隶制庄园 乃至雇佣制的庄园 据认为呃 他会提供很多商品 是吧 那么按照这个说法 那么多马说啊 呃 说那个那个 由于当时有了西欧这么个市场 啊 再加上他讲的什么地广人稀 什么又呃 所以特别需要搞那种呃 大规模经营 而大规模经营 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自有小农之间互相兼并 是吧 那要猴年马月了 才能够兼并 大鱼吃小鱼 最后呃 吃出几条很大的鱼 那要很长的时间 是吧 那么比较简单的就是用强制力量来 就是把这些农民都给农奴化 是吧 那这个就简单了 是吧 那么他说有这样的一种机制 是吧 而这个说法也是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来看到的呃 东欧这个二度农奴化的确是呃 和中世纪的欧呃 西欧农奴化是不一样的 西欧农奴化是自给自足的呃 东欧的农奴化是那个 是是是是呃 是商品商品化的 而且是出口的 因此导致了俄国的经济 当时成为整个欧洲非常典型的一种 利用低人权优势大量出口 是吧 呃 第一种呃 高顺差的经济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国家 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 是吧 在那个呃 这个已经是农奴制解体以后了 但是这个经济状况还是一直延续下来 经济传统还是一直延续下来 是吧 就是那个呃 俄国的经济呃 是呃 是高顺差的 是吧 顺差是522 是吧 而这个英国法国德国都是逆差的 是吧 而且是经济越发达逆差就越大 是吧 呃 这么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呃 呃 这种状态 他说从经济上讲呃 呃 农奴制就有了合理性 可是这里头还是不能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假定农奴制的确有这个呃 的确有这个好处 那么他为什么又是可能的呢 因为你还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假定有一种制度是呃 是值得做的 但是你还是有一个怎么才能够做的问题 是吧 因为你要把这些人抓抓自由农民呃 剥夺他们的自由不是太难啊不是太容易的 是吧 你要说西欧的主人难道他就不想把农民抓来干活吗 呃 当然还有一个呃 办法就是我把他们抓了 是吧 那么为什么啊 啊对啊 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他抓来呢 这个问题啊 其实多嘛 并没有谈到的 是吧 但是呃 在2014年期间呢 呃 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学者呃 他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啊 呃 其实道理很简单 他说西欧的领主呃 之间有竞争 是吧 他说西欧的领主之间有 他没有 他不是个中央集权国家 他是一个很多很多的领地 那些领主在之间在互相竞争 是吧 他说你抓 你抓人 呃 其他领主不抓 而且其他领主可以给好处 那那些农民就跑到其他领主那里去了 是吧 那你你你越穷凶极恶 你就越搞不到人 是吧 他说但是中东和东欧 当时都是有一个专制的朝廷 是吧 当时都是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 就不是封建制了 是吧 呃 那个那个呃呃 15世纪以后 是吧 大家知道中东是奥斯曼帝国 而这个呃 那个那个15世纪以后 呃 俄罗斯也越来越变成中央集权 就是沙皇制度 是吧 那么沙皇制度 就可以使东欧的这些主人们啊 避免这种竞争 因为这些地方黑死病以后崛起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 是吧 皇权 抑制了贵族之间招来农奴的竞争 皇权可以给贵族们分配农奴 是吧 按照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是吧 你啊 你对革命有贡献啊 我就给你分配一个大庄园 呃 同时也搭配给你分配很多农奴 是吧 呃 你你呃 你对皇上贡献小 我就分的少一点 是吧 那么而且呃 一个强大的朝廷还可以帮助贵族抓捕逃奴 是吧 这个这样的情况下 主人就没有就不需要讨好农民 来招来他们 他们只需要讨好皇上 就可以凭借恩宠分得更多的农奴 而农奴 而农民要是不变成农奴的话 又怎么能被 怎么可能被如此分配呢 是吧 国家要能分配农奴 国家手中肯定要需要有大量的农奴 所以呃 其实东欧的农奴制 尤其是沙俄的农奴制 国家权力起了很大的责任 是吧 你说一个领主去抓几个人 这不能导致所有农民的那个 呃 身份的下降 是吧 但是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呃 他用国家的力量把农民搞得人不人 鬼不鬼的 然后然后呃 国家再用呃 手中的这些农奴分配给各个领主 是吧 这个就比较呃 就比较可行啊 而且这个呃呃 而且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变成农奴就很难了 是吧 因为因为国家需要你变成农奴吧 自己自主的自由小农 在这方面确实不如高商品率的农奴制庄园 是吧 依靠低人权优势 俄国向西欧出口粮食的庄园经济在16世纪已经初世身守 到了18世纪欧洲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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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化以后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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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以后达到了高峰 农奴制庄园的出口能力 使得俄国经济成为当时大国中最典型的高顺差经济 而兼并了波兰乌克兰等大农业区的俄罗斯帝国 也成为欧洲粮仓乃至世界粮仓之一 俄国粮食出口量最大的时候 它超过了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 后来的几个最大的农业出口国的总和 那么因此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先进而自由的西欧 对后进但增速不低的 也就是赶超型的农奴制定额 形成了一种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出 这样一种全球化模式 以及它带来的很多矛盾 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出路端倪了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讲 所以我们可以讲 从我们的历史观讲 我觉得一种现象它是好是坏 可以有一个普世的价值 是吧 从人道的角度 我们觉得农奴制不太好 是吧 而自由农民是一种更好的一种 更值得追求的一种制度 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客观进程 就一定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个价值观可以有普世的 但是历史的客观进程是不确定的 是吧 人类可以从文明走向野蛮 也可以从文明 野蛮走向文明 这个是没有什么普遍规律 或者客观规律可言的 如果说这个大瘟疫会带来 人类历史上的制度变迁 那很有可能 这两种可能同时存在 是吧 就是在有些地区 使得 使得这个 好像对待农民的态度变得更文明 但是在有些地区就会变得更野蛮 是吧 这个制度的变化 同样是因为文艺 但是可能会不一样的 是吧 那么这里头可以给我们很多联想的空间 是吧 到底这个制度和 和这个 和这个大规模的 疫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是吧 当然了 像黑死病那样大规模的人口减少 在今天的世界上 不管现在美国啊 什么欧洲啊 说是在 他的疫情再可怕 那和当年的黑死病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是吧 但是 这个疫情和制度的变化 同样也还是会发生的 是吧 那么这个发生会以一种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呢 我们不想 我们不不妨回顾一下 到目前为止的疫情中 不同的体制的 交出来的作业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新冠疫情 它的上半场主要是在中国 下半场转移到了国外 尤其是欧美 是吧 这两个半场都产生了一些 严谨意盖的金句 那么关于欧洲也有一些俏皮话 就更有意思了 是吧 比如说有这样的说法 最早是一句英语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who man rights or who man left is a question 是吧 就是那个 如果按照某一种双关 人的翻译就是人的左边和人的右边 这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指就是人权和人活着 这是一个问题 是吧 那么有人就把它翻译成 就是 就把它翻译成我刚才讲的那个中文 叫做隔离 叫做隔离人权就没有了 是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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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rent no home rights 就是如果隔离 你就没有了人权 但是如果你不隔离呢 你人就没有了 是吧 就是就没有人留下来了 就是隔离 人权没了 是吧 如果不隔离 那人都没有了 人权都没有了 是吧 那么 呃 还有更搞笑的一个 呃 中阴的结合啊 叫做 呃 隔离 呃 ICU 是吧 不隔离 ICU 是吧 就是如果隔离的话 我能 我至少还能 见得到你 是吧 就是你 意思就是说 你将来还会走得出来 但是如果不隔离呢 你可能就进了 呃 那个那个重症病房 呃 危症病房了 呃 隔离 ICU 不隔离 ICU 这个 这些话都是很俏皮的 但是他 我觉得 呃 非常明显的 呃 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 人权 有的时候 呃 那个所谓的 高人权 有的时候真的 呃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会威胁人的生存 是吧 就是如果你 考虑人权 你不隔离 那啊 在你们既没有 呃 既没有抗感染疗法 又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那就有可能导致 呃 大规模的人的死亡 是吧 呃 这里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得出一个 呃 理论 就是呃 这个人权呢 和人的生存状态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 是吧 就是一般来讲 高人权 呃 人们总是会更幸福 是吧 但是在呃 某些例外的情况下 呃 可能也不是这样的 是吧 就因为所谓的人权 讲的简单点 就是自由嘛 是吧 那么人总是要追求自由的 呃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 对于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物灵死呢 那就不一定了 不自由物灵死是很多人追求自由的时候的一句口号 但是很多专制体制很多奴役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在 不自由呃 在在在在自由呃 在在不自由的活着和自由的死去之间很多人还是选愿意选择不自由活着的 是吧 所以这个呃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欧洲对欧美目前这种状态的一个一个很深一个很俏皮 但是也不无深刻的一个一个反思 是吧 就是这个呃 一味追求高人权对这个抗议呃到底是不是有好处 是吧 这个是一个的确是一个问题 是吧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人在回避制度问题 是吧 这个回避制度问题的方式我觉得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阴谋论 所谓的阴谋论就是我们不谈制度只谈这个老大和老二的争论 是吧 就是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啊 到底是美国啊 搞阴谋想整垮中国 还是中国想搞阴谋想整垮美国 是吧 也就是老大和老二 呃 呃对对那个呃 至争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了这就所谓的战国思维 是吧 这个我是 不太同意的 这个我就不多讲 还有一个说法是文化论 是吧 呃 他们强调的是呃 中西两种文化不同 呃 这个 这种强调也也来自两种动机 有一些人就是文化自信爆棚 认为中国文化一贯优越于西方 还有一些人实际上是借文化说事 来为西方现存的民主制度 在应付这次大议中的窘境做掩饰的 有些人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喜欢民主的这些朋友 但是他们觉得西方最近对付这一波的疫情 的确是有点焦头烂额 那么他们就喜欢讲西方文化本来就是这样 西方人本来就是特别喜欢自由 不能接受戴口罩 他们有抵制口罩的传统 而我们中国人有接受口罩的传统 他们说这个是就是两种文化的区别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胡扯的 其实我相信一点 无论中西在正常状态下 一般人极少极少会喜欢戴口罩的 我不能说绝对没有人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 你一般来讲是看不到有人戴口罩的 但是在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呢 在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 人们会有不同的认识 有些人认为威胁很厉害 有些人认为不厉害 这个不是什么中国和西方的区别 而是中国西方内部区别就很大 是吧 也不能说中国人就是非常看重这种威胁 而西方人就 就就就就看不中 其实真正的区别 我觉得无非就是两条 第一条 就是强制要求戴口罩的体制压力 究竟有多大 是吧 如果也可以戴也可以不戴 老实说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欧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 戴口罩的人都不会像现在的中国那么多 是吧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是吧 第二 即便愿意戴 能不能弄到口罩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其实啊 我觉得现在 国外 这个不戴口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他们拿不到口罩 是吧 因为你看到现在国外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口罩都是缺 都是缺销的 都是大量的紧急进口 他们都在紧急进口 所谓的紧急进口 就意味着他们实际上 现在很多人是买不到口罩的 买不到口罩 你就是想戴 你也没办法戴啊 是吧 其实中国疫情的上半场已经消耗了世界口罩的大部分 很多欧美城市的口罩都是短缺的 很多人即使愿意戴口罩 他也没有口罩可戴的 而且在口罩稀缺的时候啊 为了防止抢购 强调感染者和医护人员优先戴口罩 而不是施加压力让所有的人都戴 我觉得这是对的 这没有什么错误 是吧 因为你反正是有 不是不能 不可能人人都戴 那你当然是吧 只能要有轻重缓急 所谓轻重缓急 就是感染的人要先戴 是吧 另外就是医护人员要先戴 是吧 因为从理论上讲 一个感染的人和99个不感染的人 是吧 99个不感染的人都戴口罩和感染的人 戴口一个人戴口罩效果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如果口罩不能充分供应 你有什么理由要施加压力 让大家都戴呢 是吧 没有什么道理的 是吧 而且这个我觉得跟巨口罩文化啊 说西方人就不喜欢戴口罩毫无关系 其实如果我们要看看历史 在大瘟疫 当中用戴口罩乃至戴面具具来防止传染 正如我们现在实行现代近代的两极隔离制度一样 其实很可能是西方人先首创的 是吧 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大瘟疫时代啊 西方人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口罩乃至面具啊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喷戎五纺布 是吧 也没有什么N95是吧 但是比较原始的口罩 比较原始的面具是吧 比较原始的传身防护服是吧 在黑死病那个时代 在欧洲就已经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 尤其是那个黑死病时期间的那个欧洲的医务人员啊 欧洲的那些医生啊 普遍都是 这个是他们的可以说是自视的穿戴了 是吧 而且老实说 隔离制度也是在那个时代规范化的 是吧 我我这里要讲 呃 这个对传染病实行隔离是人类各文明很早很早就有的事 但是呃 实行两级隔离制度 是吧 就是所谓的治疗隔离和简疫隔离 这个是从呃 西欧黑死病开始的 是吧 所谓的简疫隔离就是呃 你有可能感染的啊 就比如说对外来人一律隔离 不管你是不是 不管你是不是有病 是吧 这叫简疫隔离 是吧 还有一种就是你有病的人叫隔离 是吧 这是两个在呃 外语中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名词 但是在中国现在都叫隔离 是吧 所以那个那个那个啊 夸人体和那个因所累 呃 因所乐因所路许 这两个词呃 翻译成中文都叫隔离 但是实际上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 是吧 呃 这个呃 这个夸人体他的那个隔离就是隔离 呃 就是隔离有可能感染的人 那么这些人要跟一般人隔离 同时也要跟确诊的人隔离 因为这些人本来是疑似的 你要把他们和确诊的 关在一起 那他们就被传染了 但是如果你要把他们放出来 他们由于有感染的可能 又容易传染给别人 是吧 像这样一种检疫隔离和那个 和那个呃 真正患病的人隔离 这种区分应该是比较晚近才有的 如果以前老师说 嗯这个这个这个我后面要提到这个这个呃 人有病要隔离起来 这个早就这公元前就就很多人就有这种认识 是吧呃 但是这种制度是很晚近的 是吧 所以啊 这里我要讲无论是戴口罩还是两极隔离制都是在黑死病那个时代欧洲出现的呃 而且我认为很可能也是首创的 因为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什么别的材料说呃 其他文明也有这种做法 希望往前听三列 是 中国人对外 呃 是 对对对 呃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韩国人日本人也是和制度是有关的 是吧 这个就本能而言其实应该 应该第一是每一个民族内都是多样的 不可能是一样的第二个是呃 从普遍来讲呃 能不带最好能不带最好不带这大概全世界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呃 两样是吧 至于你感到有威胁那个威胁大小 其实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是吧呃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不能叫做什么文化的区别 但是制度的区别的确是有的 是吧 那么这两种体制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如果要谈到啊制度的区别那就很明显了 是吧 这里我要讲的呃 制度弊端和个人责任是不一样的 有些有些弊病老师说你不管是谁你都难免 是吧 但是有些弊病呃 比如说吧 专制体制下呃 因为他都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那你究竟干了什么那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是吧 但是民主制度下他就不允许你干这些事你谁都是这个样 是吧 所以你就不能说你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制度缺陷 但是你很难说你要鬼罪到某一个个人的头上 这就很难 是吧 那么无论是个人责任还是制度的弊端都远远不仅是我们像一般讲的训诫了几个吹哨人 是吧 也远不能以什么对新病毒认识不足或者为了防止恐慌来加以解释 是吧 我觉得尤其是惩罚吹哨人是为了防止恐慌这个说法最站不住脚就是现在的欧美了 是吧 我们知道欧美是完全言论自由的 各种各样的吹哨声音此起彼伏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欧美 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不恐慌 是吧 这个大家在欧美都觉得这欧美人心真大或者说叫做真不怕死 是吧 说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真不听话 第二是真不怕死 是吧 所谓的真不怕死 就是欧洲人的确是大咧咧到了 就是老实说欧洲人要有点恐慌 其实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欧洲人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特别不太在乎 是吧 但是欧洲是完全 完全没有人管吹哨的 是吧 那个哨声此起彼伏 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恐慌 当然在言论极其不透明的情况下 确实有可能因为吹哨带来恐慌 是吧 但是如果你言论完全是自由吹哨带来恐慌 那个可能就几乎没有 是吧 今天的欧美就是例子 但是我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恐慌就一定是好事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人们过于镇定 反而也不一定是好事 是吧 我们今天在欧洲 在欧美看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相反 西方在目前的这个抗议中啊 他的高人权体制的弊病 我认为是 毋庸慧言的 是吧 尽管我也是人权 的 的的 的 极力的倡导者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 也一味的要维持一种非常高的人权标准 比如说大家要有自由就不隔离 这个我觉得就是的确是有问题的 是吧 那么西方因为已经形成了高人权的体制 是吧 那的确就会出现所谓的隔离 就是人人权 就是那个就没有了 是吧 那但是你如果不隔离呢 你不隔离 那人就没有了 是吧 那的确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但反而我觉得个人责任 在西方这种体制下反而是比较小的 是吧 比方说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 特朗普啊 这做的非常之离谱 是吧 特不靠谱什么什么 其实我对特朗普一点好感都没有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在 我以前的文章中一再讲 那个那个那个特朗普的很多作品 尤其是所谓的贸易用贸易战来解决 本来是制度冲突的那个问题 是吧 我觉得是非常之实测的 是吧 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好角色 但是就目前的这个 呃 美国的这个防疫而言 我觉得特朗普个人倒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吧 你说他呃 你说他忽悠人 是吧 你说他那个那个不封城 其实特朗普早就说过要封纽约州 但是纽约州州长就就 因为纽约州州长是个民主党人 是吧 纽约州州长就就就就就 奚落了他一通 是吧 结果他也没有能够封城 特朗普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权利 是吧 他想封什么就能封什么 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是吧 那他做不到这一点 你就不能说那是他的责任了 是吧 那个美国的这个这个城不是他想封就能封的 是吧 你真的要说他有什么是他应该做的 而没有做 是吧 那个那个而且是他完全有权利做的 我觉得倒很难说 是吧 就吹哨而言 现在大家经常提到的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罗斯福号航母的那个事 是吧 但是这里我首先要讲 包括那个呃 这里我要讲啊 呃 一些政客基于政治原因瞒报 呃 这个中国也有 呃 美国也有 是吧 你可以呃 你政客可以不讲真话 但是 但是社会上有人讲真话 你通常是无可奈何的 是吧 像美国这种国家就更不用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的那个疫情根本就不是政府报的 是吧 而是霍普金斯大学报的 那个美国根本就是呃 美国的所有的这些数据都都是来自研究机构的 并不是来自政府的 是吧 呃 呃 那么呃 罗斯福号航母 他 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 因为 罗斯福号航母是一个呃 是个呃 是一个军事单位 是吧 这个 这个这个呃 这个舰长 当然我觉得他他是做的对的 但是从制度来讲 呃 显然他是有 显然他是违反了那个 那个军队的保密条例 是吧 他而且他是把这个消息公布给了呃 传媒的呃 这和李文亮的是完全不一样 李文亮第一他不是军事 他他维护的根本就不应该是什么机密 是吧 而且他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头讲 也没有对传媒讲 是吧 那么而且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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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呃美国当局也没有也没有怎么惩罚这个这个呃这个舰长 是吧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呃都是不能说他们有多大的个人 当然我这里讲呃不是说他们就不会有呃个人的责任 是吧 而是说在他们那种体制下呃体制的弊病应该是主要的 是吧个人的责任呃在他们那种地方比较难以发生 老实说在他们那个体制下谁当总统大概都这样 大家知道因为格里尔封城呃正常的医疗其实完全都停止了呃停止了五十多天 是吧很多人有病本来应该得到的常规医疗都没有得到啊 啊结果就本来不该病死的就也病死了是吧尽管这个病死不不一定就是死于新冠 欧美的高人权抗议在下半场的表现显然是要更糟糕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来辩护的是吧 现在很多人说统计口径是不一样的啊 说他们的那个呃检测做的多么多么彻底啊 说我们在那个疫情初期的检测是很潦草的 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被检测出来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我觉得啊我们在疫情初期的检测的确是很糟糕 而且那个统计口径也不一样 但是后来是应该是是做确实是做到了所谓的应收 应收进收是吧 应测进测 而欧美其实到现在还很难做到这一点是吧 而且他们的数字实在是太大 这个数字你再怎么说再怎么说统计口径不不一样 也也也确实大的有点离谱是吧 那比起呃比起中国现在的那个 尤其是比起武汉以外的其他地方的那个情况看 是吧 那当然是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之不成功 是吧 或者说是表现的很糟糕 是吧 呃 而且这里我要讲 这基本上都是制度的问题 不是个人的问题 是吧 你不能说是因为特朗普做的很糟糕 呃 我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呃 鼓吹者 现在也没有变 但是我的确认为呃 欧美这一次的表现呃 凸显了这个自由民主制度在应付这种状态下的一些呃 当然尤其是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应付现在这种非常状态的一下的一些一些软肋 是吧 这个是呃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很简单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 我就以泰坦尼克号为例 强调民主体制必须有零和处理群体全界的功能 是吧 就是有的时候呃 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有的个人权利在特殊情况下呃就呃就呃就不能再有 是吧 比如说泰坦尼克号遇险 是吧 那你那个男人不能逃生 是吧 不能上救生艇 那那就没有办法 是吧 当时就这么规定了 是吧 你要说 那个生命权不是最基本的人权吗 但是那个时候 你男人就没有办法选择逃生 是吧 那个那个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呃这个是呃这个是呃这个是合理的 哎 泰坦尼克号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很多人说呃什么呃什么妇孺优先男人都不去 对吧 甚至很多人表现的多么绅士说这是后来编的故事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关键是对这些故事人们的判断 本身可以作为一个价值观上的实证考考察 是吧 就是假定是这么做的 那么这么做对不对呢 我觉得 在西方没有什么人说这这是不对的 是吧 你说俘虏优先他是不是做到了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假如做到了对不对 一般的人都认为这是对的 是吧 呃 也就是说在一种特殊情况下 是吧 呃 这个这个人权 我这里讲的主要是指狭义的人权 就是个人权利 是吧 那么呃 是不是应该缩效 是吧 这个公共呃 这个这个公共利益的这一块是不是应该放大 是吧 我觉得呃 民主体制在这这这些问题上 他需要有一种灵活的处理方式 是吧 呃 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就是无论什么条件下 我们都是不可啊 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同等的逃生权利 那怎么办 那就抢救身体 是吧 那你不能这样说的 是吧 再到了17年前 2003年的时候 在非典这个问题上 呃 我们也是跟 我也是跟一些朋友发过呼吁书的 是吧 这个呼吁书就明确支持政府实行紧急状态 是吧 当然这是在权责对应的前提下 是吧 也就是说政府在这个特殊时期啊 扩张自己的权利啊 是可以的 是吧 当然了 你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吧 权大 责也要大 是吧 这个这个公民对他的问责也应该强化 是吧 呃 这个呃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 他是可以采取呃 呃 那个那个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有的呃 一些权利 或者说呃 他可以牺牲正常情况下人们应该有的一些人权 是吧 这个都是呃 可以做呃 这个都是可以成立的 是吧 当然什么情况下是呃 具体讲哪一种权利应该牺牲 这个我们呃 下面再来分析 在这方面 我觉得呃 欧美这次的确是呃 有很多教训应该吸取 是吧 呃 但是 这个话又要反过来讲 在揭示现存民主体制 在抵抗寄存大义 我这里讲的寄存大义就是呃 严重的疫情已经成为寄存事实了的情况下 是吧 当然你要说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 哪一种能够防止这个疫情的出现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比如说呃 有言论自由 这个疫情是不是就会 就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是可以讨论的 是吧 但是 假如疫情已经蔓延开来了 是吧 那么现存的这种高人权体制 是吧 呃 不如 低人权优势的体制 是吧 假如我们在这一点上 是可以 接受的 那么接下来就有个问题 那么西方是不是需要向中国操作业呢 我觉得当然不是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 高人权都不是不已有之的 西方历史上不仅有过人权很低的时代 而且那个时候低人权的抗疫作用就已经发挥过 这个不是什么很奇怪的 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西方发明的很多做法 严格说来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作业 只不过 对于这种中世纪的作业 西方人现在非常不愿意抄了 但是这些作业他们原来都做过的 是吧 不是说中国 只有中国才做过的 理论上讲中国也抄了作业 是吧 只不过抄的是人家中世纪的作业 是吧 我们讲中国的确是抄的很成功 而且事实已经证明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中世纪的作业迫不得已 恐怕也需要服习 是吧 就不说是抄了 因为以前做过 是吧 你现在恐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需要也是需要服习的 我觉得现代化是好事 包括制度的现代化 包括自由民主 也算是现代化吧 当然是好事 但是我们不能过于自负 我们现在经常有人谈到 这次瘟疫表现出人们过于自负 是吧 很多人都提出我们对大自然过于傲慢 是吧 吃野生动物什么什么等等 但是我觉得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 对旧社会也过于傲慢 是吧 这个无论是中国的旧社会 还是西方的旧社会 有一些东西 不一定是弊病 我们把它抛弃了 还有些东西 确实是弊病 但是 在有些 例外的情况下 即使是弊病 我们恐怕也恐怕也得捏着鼻子接受 是吧 不能说 我们就令死都不接受 是吧 这个恐怕也得要说的 这里我要讲 所谓的中国经验集中到一点 就是力度无限的强制隔离 是吧 当然我们说 中国现在的确在很多方面 做的都是不错的 是吧 比如说中国很快就搞出了个那个病毒的基因序列 是吧 中国那个那个那个 30年积累下来的庞大的制造业能力 是吧 等等等等 是吧 以及那个中国的现在高度的那个电子化 对那种很多措施的实行也提供了条件 是吧 这个也都是 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条件 都不如一个因素重要 这个因素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都是见鬼的 因为现在我们既没有疫苗也没有抗生素 是吧 这两条就决定了 隔离是 主要的东西 是吧 如果有了这两条就不需要隔离了 是吧 如果有疫苗 有抗生素 我这里指的是可以杀 只杀病毒不杀细胞的抗生素 是吧 当然你说杀细胞的东西很多 有人说什么可以杀细胞 好像有多大的发 什么是杀病毒 有多大的发明 其实你在体外杀病毒 什么都可以 是吧 你一把火就把病毒都烧死了 是吧 但是你要 那个 那个大家知道病毒和细菌不同 就是因为病毒 它只是遗传基因而已 它本身连个细胞都不是 是吧 它是寄生在细胞里头的 是吧 你要把病毒 在细胞里头的病毒杀死 那是 那是难 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是吧 这个事情 假如你这些事情你都做不到 那隔离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是吧 你什么测序列啊 什么什么 这些各种样 你离开了隔离 你什么作用都不能起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强制隔离的效果 老实说民主制度如果不加以改良 是吧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 是吧 当然你说这样很不好 但是老实说 它的隔离效果的确是 比现在西方的隔离效果要强 是吧 问题就在于 现在他们做不到 以前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我甚至在文章中啊 给过一个逻辑上的极端推论 这个推论很多人都在骂 但我觉得政治正确不能解决逻辑问题 是吧 我说啊 如果像希特勒那样 把疫区都变成奥斯威星 感染者都塞进焚尸炉 那 疫情很快就可以被消灭 但是我们能这么做吗 是吧 我这个话很多人说是政治不正确 但是形式逻辑是不管你政治正确不正确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 是吧 如果这个强制力度能够无限的 放大 是吧 那结果就是这样啊 是吧 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所有的那个传染源都灭掉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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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把呃 讲的简单点 就是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 是吧 但是这样能够做得到吗 是吧 而就可能付出的代价而言 西方以前他们是可以付的 但是现在他们就没有办法付了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中国经验 集中到一条 就是力度无限的强制隔离 可是强制隔离 我们也知道 是人类各文明对付传染病的最古老的一种手段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 我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 有几个人骂我 是吧 我们我说 呃呃 我说那个呃 实际上呃 这个抗疫没有什么胜利不胜利而言 只有代价大小的问题 是吧 因为你即使是黑死病 最后不是也是呃 没有消灭人类吗 还是人类把它消灭了吗 是吧 只不过就是死人多少的问题 是吧 然后那些人就反驳我 说说怎么能 说说说那个黑死病的时候 西方根本就没有抗过疫 说我们是在抗疫 而西方那个时候是 只是认呃 人自己的抵抗力 呃 每个人自己的抵抗呃呃 每个人自己的免疫力来和病毒较量 呃 政府国家公权力没有做任何事情 怎么没有做任何事情呢 隔离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做了的 是吧 而且老实说隔离这件事情是人类对付传染病 最古老的一种 一种做法 因为老实说 早期的人类既不知道传染源 是吧 也更不可能有什么育苗啊 抗生素啊之类的做法 他们唯一最早能够发现的 就是我跟这个生病的人在一起 我就得了病了 是吧 一家人有一个得了病 传家就得了病了 这个是人类最早对传染病的认识 那么相应采取的 最早的办法就是隔离 是吧 这个应该说是老早就有的 而且在人权越低的情况下 这种做法越有可行性 是吧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圣经中 旧约的最早的几篇 立位纪民宿纪都有啊 这个摩西的教会 是吧 说那个 有些人皮肤上有什么什么 实际上就指的是麻风了 是吧 还有些人有所谓的漏症 这个漏症到底是什么 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总而言之也是传染病 是吧 那个圣经说这叫不结之计 是吧 说这些人都要隔离 以免他会污染我们的居所 实际上就是传染 是吧 这个 那个立位纪大部分的篇幅 都在讲这个事 是吧 里头讲的少则七天 多则他有讲要终身隔离的 是吧 就是有些麻风病啊 什么什么 就是要终身隔离的 中国在东汉时期就有 隔离防疫的记载 那个大家都很 都可能都听说过的 那个阿拉伯世界的医生 是吧 那个阿维纳森的一点里头 也是把隔离当作 对付传染病的主要的办法 是吧 我们知道世界各民族 都曾经有过麻风村 我插队的壮族地区 在我插队的时候还有 是吧 大家知道 改革以前 中国拍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 叫磨牙泰 是吧 这个磨牙泰里头就讲 那个泰族 呆族地区 封建主迫害一种人 叫做琵琶鬼 是吧 说这种人传播脏器 就把他们给关起来 是吧 强制隔离 是吧 结果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那这个 这个电影是批评这种 是指责说这个是一种 是一种封建迫害 但实际上后来 人们插队了以后发现 这种现象实际上一直到文革时期都还是有的 实际上就是对传染病的隔离 是吧 被隔离者叫做叫做people 是吧 汉族人把它翻译成叫琵琶鬼 是吧 实际上就是壮语的people people就是不干净的人的意思 是吧 讲讲的简单点就是病人 是吧 这个病人而且是传染的 这个这个这些人就要被隔离 隔离很容易扩大化的 这一点是实际是实际情况 还有更有名的就是 前苏联曾经把很多 那个意见人士隔离到精神病院里头 是吧 你说精神病该不该隔离 精神病也是要需要隔离的一种人 是吧 他虽然不是传染病 但是他也是需要跟社会隔离的 但是这个手段有的时候 就会被拿来当做一种政治用途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琵琶鬼这个事 他他该不该谴责呢 有有的时候他就是会被滥用的 是吧 但是这也说明什么呢 这也说明这个隔离传染病 并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事情 是吧 这个几乎所有的民族在早期 都做过这种事情 而且老实说很容易做的扩大化 尤其是在人们恐惧的情况下 是吧 那个力度往往都是有点过分的 是吧 而且我这里还要讲 对现代隔离制度而言 影响最大的 还是我前面提到过的 西方黑死病时代的两极隔离制 也就是insolution和quarantine 这两极隔离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规范的用语 就是那个检疫隔离和治疗隔离 这个制度是现在医疗史的研究 大致是有一个定论的 最早是在1377年拉古萨开始推行的 拉古萨就是今天著名的旅游区杜布罗斯尼克 是吧很多现在属于克罗地亚 很多人大概都去过 是吧 拉古萨在经历了那个鼠疫高峰以后 他就曾经 他就定过一个制度 后来这个制度推广了整个意大利 是吧 这个制度叫做Trentino Trentino 是吧 这个Trentino其实就是 意大利语的三十的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外来的船只啊 因为因为拉古萨就是杜布罗斯尼克 是一个港口嘛 外来的船只到那里啊 如果是在流行病期间 你要被隔离三十天 是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个后来讲的那个 Quality Quality这个词 就是意大利语的四十 是吧 它指的就是四十天 四十天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陆路的旅行者 是吧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从陆地上来到 杜布罗斯尼克 你要先隔离四十天 如果你是坐船来的 你要隔离三十天 那么四十天这个词 Quarantina 是吧 现在就一直流到 流程到现在的英语中 是吧 我们现在讲的检疫隔离 就是外来的人要隔离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 从外国来的 不管你有没有病感染不感染 你都得 你都得集中隔离十四天 是吧 像这样的制度就是检疫隔离 它不是治疗隔离 是吧 因为你不一定是有病的 但是你有这个嫌疑 你就得隔离 是吧 这个制度就是他们创造的 而且这个词也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就是指的四十天 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严格 现在只隔离十四天 那个时候要隔离四十天了 是吧 你要说那个那个那个 低人权优势 那个时候比现在还大了 是吧 那个那个后来又有了所谓的治疗隔离 就是那个 啊 isolation 是吧 这个 检疫隔离是针对仪式者的 它是有一定的期限的 因为你没有病 你不能把它人家老关着 是吧 而且这个隔离是双重隔离 就是既要与确诊者隔离 也要和正常人隔离 是吧 但是治疗隔离 它就只针对确诊者 而且是没有什么定期的 是吧 就是你只要病不好 你就呃 呃 都在这里头 没有确定的期限 这是啊 这个14世纪欧洲就出现的制度 是吧 现在我们的制度 细节上要严密化的多 技术上要成熟的多 是吧 呃 而且除了隔离以外 也有了一些别的治疗条件 但是就基本 最基本的制度框架而言 其实说穿了 不就都是抄的拉古萨的作业吗 我们在抄 西方其实也在抄 而且这个作业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 实际上是越来越成熟 为什么会越来越成熟呢 那是因为在15世纪 16世纪以后 随着主权国家的出现 国家的公共服务功能 越来越 复杂化 而同时 对传染 传染病的防治手段 进步比较滞后 是吧 我们知道 如果你不隔离 除非有两条 两条 一个你要有抗生素 一个你要有育苗 是吧 如果这两个没有 你就只有隔离这一条路 那么这两个东西都是很晚禁的 是吧 大家知道 这都是19世纪才有的东西 因此随着国家的功能力越来越强大 实际上这两种制度 就是Quaranty和Isolation 在后来的欧洲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 在1718两个世纪中 欧洲出现了大量的隔离式的传染病院 是吧 当时是很普遍的 但是 从18世纪开始 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是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就是 人们对人权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是吧 这反映在很 有大量的人批评这种 所谓的不人道的隔离 而且 有很多经典事件 是吧 这些经典事件从18世纪末开始出现 断断续续一直到世纪初 是吧 像日本 在20世纪还多次发生过 那个不人道的隔离 引起抗议 甚至导致政府道歉的这种事 是吧 最晚的一次是小钱纯伊朗 他都曾经为这种不当的隔离 道过歉的 是吧 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觉得 这个这个人们对人权的要求越来越高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导致隔离制度 不那么常用的一个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 就是对付传染病的其他手段开始出现 是吧 一个是育苗 另一个就是抗生素 当然抗生素主要是对于细菌性的那个传染病 比如大家知道什么麻风啊 什么鼠疫啊 现在都是可以治的 是吧 那个那个 因为那都是细菌感染的 那都是比较好对付 对付 以细胞形式存在的病源 要比对付 以基因形式存在的病源 要容易好多 是吧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道理 因此大部分有细菌感染的这些传染病 现在都不需要隔离 是吧 因为都可以预防和治疗 和进行非常有效的治疗 是吧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就是中世纪的隔离 其实严格的说往往效果不太好 因为它隔离错了对象 以黑死病为例 是吧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黑死病不是人传人的 是吧 黑死病是通过跳蚤老鼠这些东西 寄生媒介来传染的 如果你摸了黑死病的病人是不会传染的 是吧 但是中世纪的人 不知道这一点 他只是发现你跟黑死病的人待在一起 你就传染了 实际上并不是那个人传染了你 而是你跟他待在一起 这个跳蚤或者说这个老鼠 是吧 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构成了沟通 所以现在一般都认为防治 要隔断鼠域的传染 最重要的是讲卫生 消灭老鼠和跳蚤 是吧 而不是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即使拉得很大 只要跳蚤和和老鼠到处跑 你还是隔离不了的 还是要传染的 尽管有了这个制度 黑死病还是会死掉很多很多的人 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是吧 这个隔离 第一是效果其实也不见得太好 第二更好的办法已经出现了 第三 人们的人权 意识又提高了 因此隔离 这种两极隔离制度 虽然作为一种规范的 方法从来就没有被消灭 从来就没有被取消过 但的确它是用的越来越少 是吧 在美国从1918年的所谓西班牙大流感以后 就再也没有用过 是吧 在其他国家大致也是这样 所以这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 西方各国都不愿意轻易动用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有这几个因素 是吧 而中国因为没有这样的背景 是吧 所以中国就特别快的就用了 而且事实证明他用的是对的 是吧 那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说要抄什么作业的话 我觉得就是人们不应该轻易的把中世纪的作业扔在一边 是吧 当然 这个使用上肯定不能像中世纪那样 随便的使用 是吧 但是你要说不做这个打算是不行的 是吧 而现存的民主制度啊 理论上讲 它是可以允许有群体全界的调整机制的 是吧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那个高福利高税收 是吧 就是所谓的福利增加 实际上就是对人财产权的一种侵害的增加嘛 是吧 实际上也就是说对群体全界中的那个给予的 一种压缩 是吧 这是这是现在是存在的 但是 它的时间会很长 是吧 这要通过立法 要通过讨论 要非常之复杂 那如果是你现在这种局面 你要通过这种办法来 来来 那就会很很困难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民主制度 自由制度 宪政制度 在通常的情况下 它有很多优越性 但是碰到这种非常时期 它的确有一些毛病 是吧 那么 即使在通常时期 我在其他场合已经讲了 也仍然有 全球化的危机 是吧 这个低人权优势导致的全球化的危机 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讲过 那么在今天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在碰到非常时期的时候 是吧 这个现在 那个宪政民主制度 的确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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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及时应付 是吧 而且就算及时应付 它的力度也 也往往是达不到 那个应有的水平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的确是 我觉得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疫情 西方人需要 解决的一个问题 是吧 但是怎么解决呢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可以抄作业 抄什么作业呢 不是抄中世纪的作业 而是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作业 是吧 我觉得罗马共和国时期 已经有了古典的民主 古典的共和 但是当时人们就发现 在应付某些特殊情况 这些制度是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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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有效的 是吧 比如说打仗 是吧 打仗就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能什么事情都在议会中 都在元老院中 炒个没完 是吧 那怎么办 是吧 罗马就有一个制度 是吧 在那个时候 就可以任命一个独裁官 是吧 就所谓的 Dictator 是吧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讲的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 是吧 就是 Proletaria Dictatorship 是吧 这个Dictatorship 就是从罗马共和时代的 独裁官这个制度 那个那个那个延续下来的 是吧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阴仪把它叫狄克推多 是吧 狄克推 有的时候异仪叫做军事独裁官 实际上指的就是 在战争时期 可以临时中断共和 实行一种 实行一种有条件的独裁 在罗马时代这种条件 主要就是实现 这个独裁时间只有半年 是吧 这个元老院许诺你 在这个独裁期间 你可以不遵守任何法律 包括罗马法 是吧 而且还承诺 事后不追究 是吧 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 半年以后你就要交权 是吧 而且通常来讲 交了权以后 你就变成普通人了 是吧 假如那时候战争还没打完 那还可以再次授权 但是你不能 一直这么当下去的 是吧 当时的罗马人呢 他们非常明确的 懂得 这种制度和他们在 东方 比如说波斯帝国看到的那种专制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在波斯帝国 他们看到的皇帝 叫做autoclassi 是吧 或者用中今天的中文叫专制 专制 是一种 常态化的独裁 是吧 而且是没有实现的 而Dictator 是一种短暂的 非常状态下的独裁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实际上甚至马克思在提到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也仍然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的 是吧 因为很多人都提到 我们自己也提到 马克思 在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从来都是和战争相关的 而且他都是在 西方当时还实行 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制 无产者是没有选举权的条件下 他这么说的 是吧 道理很简单 在欧洲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欧洲各国已经有了 宪政民主制度 但是绝大部分都不是普选制 是吧 那个时代 投票的人 要有财产资格 把这种民主 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这里我要讲 马克思恩格斯 从来没有把普选制 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是吧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 指的就是 只有资产阶级 才能享有的民主 这里指的就是 财产资格制 是吧 那么在这个财产资格制下 无产阶级是不可能通过 和平手段 不可能通过 不可能通过 议会方式 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的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暴力革命 至少马克思当时 是这样说的 是吧 到有了普选制以后 他就 他就不这么说了 是吧 那么在没有普选制的条件下 理论上的确有这样一种困境 就是 你投票的可能你是没有的 是吧 那你要 有你的诉求怎么办呢 是吧 那就只能 只能是打仗 是吧 他有一句名言嘛 说无产阶级 你只能通过十年 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的内战 来取得解放 是吧 那你内战 那个时候的政治状态是什么样 就是所谓的专政 这个说法也不是马克思创造的 是 是那个 布朗基创造的 是吧 布朗基不叫无产阶级专政 叫革命专政 是吧 指的就是在战争时期的 这个独裁 这个含义其实和罗马的含义是一样的 是吧 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讲过 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可以搞专政的 马克思更没有讲过 可以有无产阶级专制 是吧 就是那个 proletaria autocracy 他从来没有这样讲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在马克思看来 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只是在 没有民主权利 没有和平斗争手段的条件下的一种 以暴抗暴的手段 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 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去取缔民主 是吧 他可以 他讲过 可以用暴力去对付 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暴力 是吧 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过 我可以用 无产阶级的暴力去取缔民主 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 他也没有讲过 是吧 他只是说资产阶级的民主 应该扩大为无产阶级的 也可以参加 就途选制 是吧 资产阶级民主应该变成 途选制 应该变成全民的民主 不能是资产阶级专项的 是吧 但是他也没有说 资产阶级民主就应该变成专制 他也没有这样讲过的 是吧 但是这个概念 到了后来列宁时代 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吧 列宁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我们其实本来是可以 如果我们 如果像西欧那样 我们本来是可以 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 因为我们 西欧是工业化的社会 无产阶级是人口的大多数 我们可以得到多数票 我们能够赢得多数 就不需要专政了 这是他的原话 是吧 但是俄国是一个小农国家 无产阶级是少数 是吧 如果要投票 那多数票是农民 农民是保守的 是反动的 是吧 那么按照列宁的说法 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针对这一个阶级的 讲的简单一点 列宁概念中的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在常态中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具体在俄国讲 用他的原话就是 60个农民 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10个工人 是吧 这是列宁的原话 这里头讲的专政 其实就不是专政了 因为他并没有和战争联系起来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列宁讲专政的理由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傻瓜 都是落后的 所以我们就要靠少数人去 去统治多数人 是吧 马克思是从来没有这样讲的 马克思尽管也说农民很落后 但是马克思讲农民落后的时候 得出来的结论从来就是 在那种状态下 是不可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 是吧 因为你大部分的人都是 不是无产阶级嘛 是吧 你只有等到以后工业化了以后再说 是吧 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说 在那种状态下 我们可以依靠一小撮人 去镇压那些反动的大多数 是吧 来搞 那就不是什么专政了 那就是独裁 那就是autocracy了 是吧 他从来也没有这样讲过 可是到了列宁时期 这个 Dictato实际上已经变成autocracy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 对于民主国家而言 恐怕他们要复习一下 古罗马意义上的专政 就是在非常状态下 应该有一种比较有效率的 那个集中体制 是吧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专政 就是Dictato 而不是autocracy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 这个民主制度 是吧 在未来的传球化中 它仍然能够作为一种 文明的制度 能够得到更大的普及 我们一方面能够处理 类似于今天大一样的紧急状态 另一方面 我们又能够延续 人类文明的进步 是吧 不至于因为 是吧 这个我们不能不 在偶尔采取中世纪的 这个作业 是吧 我们就真的回到中世纪去 是吧 这是 这是恐怕这场大狱中 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我就讲 在这两天 读者在预习的时候 看你的文章的时候 已经有读者留了很多那些问题 我觉得可能 比如说我现场我想问的 我觉得可能西方国家 疫情很快就会过去 西方国家 他称死就是一个紧急状态而已 问题就是说 在中国 就是计划体制是一个战时体制 永续化战时体制 然后我们本来今天就跟西方的 这个紧急状态比较相像 但是你看 比如说 有过一段时间的恐怖事件 恐怖分子袭击之后 比如恐怖 这个爆恐袭击之后 安检常态化 管控常态化 然后疫情之后 现在比如说 就是所有人的物理空间移动 被电子监控 然后人脸识别 这个在我看来 比如说可能 我与其担心西方 我没有担心我自己 这个事情 我们会有一种逐渐的一种适应过程 就好比比如说 像80 怎么说 就是 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比如说农村突然村设 比如那个公宣制度解体之后 有一瞬间农民解体 农民的自由变得很大 出来不能乱走乱动 但是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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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国家的这个管控又回来了 那么对城市里的年轻一代来说的话 可能他们觉得 我们在每一次作业都完成得很好 你比如说 你看 应对这种恐怖袭击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们有能力 在所有地铁上都安检措施 我们用对付航班的措施 来对付地铁 对付公交车 以前我不知道 你离开北京 这个发现 长途公交车全部的安检 是跟机场是一样的 以前 因为我没有做过长途大把 后来做的发生机是这样的 现在比如说地铁里边这种标配的 这种比如说透视仪 所以把包园拿过来过去安检 这是一个所有心上的地铁的标配 再接下来好像实现的是人类识别 各个地方的人类识别数据 是一个标配 现在我所知 比如说 我们到哪去 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 只要你带着手机 基本上你从北京这个区到那个区 全都会登记 疫情期间 我们会觉得 这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设备建了 因为这个原因 它建了一个设备 建了一个组织机构的时候 它是不太可能被 你提的这个问题 其实很 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可能偶尔要抄中世纪的作业 但我们不能真的回到中世纪去 当然你可以说 这种制度和中世纪有多少大区别 我这个中世纪指的是贩子了 就是指的低人权状态 我觉得回到我小时候 对 我觉得就是 的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从两方面解决 一方面的确是 我们要讲中世纪的危害 是吧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要讲从现代 从现代文明取代中世纪的 那个 各种各样的必要性 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要做的 但是我觉得 的确也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 像现有的自由民主国家 在碰到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如果能够做的比现在好 当然就会堵住这个专制者的嘴 但是 具体的讲 这一次疫情 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 那现有的民主制度 的确在这方面要 要有一些制度安排 是吧 能够在保证 能够在保证民主 自由民主制度的 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能够有效率的调整群体权戒 在非常时期 能够有效率的调整 非常群体权戒 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 我本来是要讲的时间不够了 就是 抗议这种性质的紧急状态 和战争这种紧急状态 还有本质的区别的 是吧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那么本来如果有时间 我也可以讲 现在我就不讲了 是吧 那么 这个本质的区别 如果集中到一点 就是 对付这样的一种 紧急状态 是比对付战争 这种紧急状态 更能够 更需要强调 全责对应 是吧 因为对于战争状态下的紧急状态 因为战争 战争是有可能败 有可能胜的 但是抗议是没有败 只有胜的 是吧 抗议没有胜败而言 只有代价多少而言 是吧 所以那个战争状态下的紧急状态 它的那个自由财量权是要更多 唯一的限制 似乎只是时间的限制 但是而且在战争期间 你也不可能问责的 是吧 但是在那个 但是在这种非战争的紧急状态下 当然这个情况就有所不同 它的权力可以很大 但是它的那个问责力度 也要相应的增加 是吧 那么总之吧 就是说 这些问题我觉得的确也是 那个那个 应该同步的进行 就是我们的进步和西方 那个民主制度条件下 他们的那些 就是等于是 弥补这些漏洞吧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漏洞 我觉得其实就是 他们以前都曾经有过相应的 这些机制 只不过 晨贫日久 这些机制基本上都被忘记了 而且现在西方人 要接受这种机制 在目前的这种 高人权习以为常的情况下 对于他们来讲 也还是要 也还是要 也还是要做一些 也还是要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两者不能混媒一谈 是吧 就是我就讲的 所以我要强调那个 Dictator和Autocracy的区别 就是很大 我倒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讲 就会说中世纪和现在是不同的 或者是威权国家和极权国家 是不同的 又讲很多那种 进步细化的那种分别 但我觉得现在最基本的分别 还是高人权和低人权的分别 低人权有各种各样的低法 但是这个并不是主要的 关键就是我们有时候 在特殊情况下 我们有时候是需要牺牲一些高人权 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变成一个常态 不能变成 那以后我们的人权就只能永远低下去了 当然不可能这个样子 这里有一个我出去的网友问题 我挑了几个 因为事情不是特别多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它是这样说的 就是你以前的著作里提到过 说某些小说里会虚构一个偏远的宗族 然后这些宗族和大共同体的法律是绝缘的 完全依照小共同体的标准实行 那么这样的宗族实际上是在银海地区 才能出现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说只有财 我只是说那个几率在这个地方 明清以来的确是这样 就是那种小共同体 自制色彩比较浓的那种宗族组织 大量出现在东南沿海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那个地方 这个原因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觉得就是由于那种中国独特的这种 这种这种体制造成的路径吧 它的近代化的第一步首先是大共同体的弱化 那么大共同体的弱化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小共同体自制 它的真正的主力并不来自于个性解放 而来自于大共同体的机能 康进 也就是说在那种状态下 比如说你市场经济发达 人们都愿意去做买卖 自由其实是比那种北方没有宗族的地方还要多的 但它表现的形式反而是 反而是这些宗族这一类好像很传统的东西 反而好像还更多 但是如果是欧洲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 欧洲的它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共同体机能 它本来就没有什么情志 所以它们的个性解放 更多的是和小共同体的属负的结构联系在一起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 这是中国 就是在这个现代化都意味着个性解放 这个普世的这个状态下的一个独特的路径 还有一个问的 问的比较近的就是 欧洲这些年的移民问题 这次疫情会对欧洲局势会有什么影响 你刚才已经讲了说我们首先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觉得它们的问题也很严重 关键就在于它们如果不能及时的建立一种 常态的宪政民主和那种应付那种恶劣状况的那种特殊机制之间一种比较高效率的切换的话 那对于它们来讲也会产生 由于一次又一次的那种非常事件的积累导致现有的这种高人权制度 那就真的就逐渐逐渐就崩溃掉了 因为你老是反应不过来 那么你最后你的结果就是好像是 就好像就是 就是必须是要 要本质的发生了变化才 才可以 那当然就非常可怕了 至于移民问题 它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 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常态移民问题 是吧 因为你不管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国家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接纳全世界的人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对移民有限制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欧洲的移民问题主要是 所谓的穆斯林问题 那就涉及到什么文化呀 什么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很多了 我觉得移民问题主要不应该是一个文化问题 主要应该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就实际上还是个人权问题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 就是穆斯林我们是应该宽容的 但是对于政教合一 对于宗教 对于那种 那种那种神权政治 我们是不能宽容的 是吧 你穆斯林能够融入欧洲的前提 就是他必须放弃这个东西 是吧 你你我们可以有大量的穆斯林移民 但是我们不能允许有什么 什么宗教审判呢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出现的 是吧 但是这些 但是这一个事情呢 我觉得现在的欧洲人也的确有这种现象 就是咱们老是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要么就像现在的一些右派 就把这个事情解释为排 排斥穆斯林 要么就是一些左派 他们主张宽容穆斯林 实际上就是宽容 但是对那些 实际上并不是穆斯林 而是中世纪的一些东西 他们也他们也包容进来了 包括那个就是什么宗教审判呢 讨伐异端呢 甚至甚至就是比如说吧 现在有些事情被当做理所当然 我认为这个事情就不是理所当然的 比如说家长对子女的信仰有干预权 是吧 这个基督徒以前也是这样的 但现在就不是了 但是穆斯林好像这个就是变成是理所当然的 是吧 甚至欧洲那个伦敦市曾经 伦敦有一个伊斯兰的市长吗 他都曾经说 那个继承制度可以用沙里亚法 沙里亚法明确就有一条 如果你那个家人不是穆斯林 你就没有继承权 那你现代国家你就不能这个样子了 是吧 你可以说你是穆斯林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也是 甚至我可以说 这和教义都无关 你可以很极端的穆斯林 人家做一天做五次祈祷 你可以做十五次都可以 但只限于你自己 是吧 你不能要求别人 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是穆斯林要能融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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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 他们自己就应该这样做 那么接纳他们的人当然也应该要求他们这样做 而不是说穆斯林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两方面我觉得他们都做的不够 是吧 一方面就是那个那个那个他们对穆斯林的世俗化支持的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就是就是他们对那个那个另一批人是吧 又对那个表面上是文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的一些弊病又容忍的太过分 还有一个就是我您关注的就是说那个外国人或中国居留权这个事情 虽然其实事实上它是一个呃 它是更像一个舆论泡沫一样 因为可以讨论的嗯 这个里面反映出的一个中国社会的名义 您留意过 您怎么看的 我觉得啊 这个问题如果要让我讲 我就不会用这个问题来说 不让他们进来 我得我会说我们应该享有这种待遇 比如说他里面规定了很多外国人的什么福利保障啊 什么这个那个那那那那那些所谓的超国民待遇 其实照我看是正常国民待遇 只不过中国现在一般人都没有享受这种正常国民待遇而已 我们应该反过来讲 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这些东西 是吧 这也符合所有大部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利益嘛 至于对那些对移民采取限制 全世界都有 我觉得中国也没有什么理由采取比他们更过分的限制 是吧 就是假如你说比如说恐怖分子不能来 甚至有一些基本条件 就是比如说你完全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也不能来 那那个如果你已经来了 你不能把以这个理由把他们赶走 但是如果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 那现在所有的国家都有这种标准门槛嘛 是吧 就正常的移民门槛 我们完全是可以有的 是吧 至于我们现在称之为超国民待遇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里头有相当多的是正常的国民待遇 那么这个待遇我觉得是 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让他们有 而是我们要解决为什么我们没有 那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只能这样解决嘛 是吧 你说那怎么解决呢 你说那我们这样就就就就就就是理所当然的 是吧 而且看起来老实说随着中国的老龄化 随着中国的什么产业结构的那些变化什么什么 包括也随着 当然这个全球化的 现在有人说已经终结了 假如说没有终结的话 那移民问题迟早也还要出现的嘛 甚至连日本这样的非移民国家 其实这个总的趋势来讲 门户也是在逐渐打开的嘛 只不过我觉得移民政策不应该畸形 是吧 不能 当然你不能是是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体制历来有自虐倾向的嘛 就是就是就是对对对对外对外国人要比对中国人更好 这个 但这个应该指责的不是说我们对外国人好 而是说为什么我们对中国人就不好 他他这个指责的方向应该是这样的 当然更不能在这个里头掺杂着那种种族主义的那个什么 现在那个那个好多人就是张口闭口骂黑鬼啊什么什么 这个我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更成问题了 现在是你我们福利给我们自己办在座的头上了 我想问秦辉老师一个问题就是 接着王老师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 1938年的时候 美国他为了管解小麦的出口 他推一个法案叫农业操政法 他规定了每一个人的定额的小麦的种植定额 每一个农民 但是当时有一个农民叫墨尔本 他自己多种了12亿亩的小麦 然后用来为民 然后当时美国的最高法院采定他的行为违法了联邦法律 然后然后这个判例就导致了整个的那个联邦政府的权力的扩大 比如说我想要禁止大麻的 我最开始美国想禁酒的话需要修宪 但是我想要禁大麻的话 我只需要通过法律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联邦政府想管制处防药的话 我现在不需要立法 我只需要FDA我就可以 我只需要官僚机构就可以 就可以管制处防药了 所以说就是 您怎么看就是说 即使没有战争也没有疫情 他一旦授予了政府的某些权力 他政府的权力也是很难收回 关于这个问题 我一再而三的几十年来大概都在强调 我说这些问题他们必须讨论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 把他们的问题平移到中国来 是吧 这个问题啊 政府究竟应该有多大的权力承担多大的责任 我认为在他们这些国家 从来都是一个多元答案的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有些人会赞成福利国家 有些人会赞成自由放任 是吧 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而且我觉得群体全界 它的边界是灵活的 本来就应当是如此的 是吧 你比如说 说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应该自由放任 就是应该低税收低福利 是吧 或者说就是应该高税收高福利 如果你能够确定这个 那多党制就没有必要了 多党制之所以有必要 就是因为福利国家有福利国家的道理 自由放任有自由放任的道理 而它的边界经常就是依照 不同的情况犹疑的 是吧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那个政府 权力过大的问题 那很可能是那些 右派或者说叫做那个 自由放任主义者或者说是古典自由主义者 经常提出的批评 是吧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中国要提出这种批评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不能给政府推卸责任 右派可以宪权 但是你不要卸责 左派可以问责 但你不要扩权 是吧 或者用我的说法就是 对于一个不能问责的权利 你是只能压缩不能扩张的 是吧 对于一个不能限制的 对于一个不能限权的责任 你是一个 你是只能问责 而不能为他推卸责任的 那我们就要提出 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是吧 也就是说既然你的权力无从大 责任就应该无从大 比如说就这个抗议问题 我觉得 那个17年前 我就曾经跟一些朋友有过一个争论 我在我们写的那个呼吁书中就讲了 我说那个 政府扩张权力是应该的 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这个非常时期 但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扩张 是吧 对被他剥夺了自由的那些人 他们的自由谋生权 受到损害的人 他就应该那个那个那个 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 是吧 而且对他那个 他他就应该承担全部的医疗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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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 是吧 即使他常态下 他没有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但是因为你是强制治疗啊 是吧 如果你是自愿治疗 你可以说我不实行公费医疗完全有可能 是吧 那是因为市场化嘛 是吧 供需双方嘛 我愿意看病 我就掏钱 我不愿意看病 我就不掏钱 但是你现在权力已经大到了 不许我不看病 是吧 那你凭什么就要我交钱呢 我看病已经成了一个公共安全事件 而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那凭什么我要去付这个钱呢 是吧 再诸如 再再就是养老这个问题 像很多人都说西方国家正在推迟退休年龄 是吧 他们承担不起这个养老责任 是吧 我们也要这么这么这么做 我觉得他们当然可以 他们是有限政府 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嘛 我们的权力大到已经实行了三十几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把家庭养老整个都破坏掉了 而且你实行的时候你就讲什么独生子女好政府了 来养老 是吧 结果你现在已经把家庭养老只能给破坏掉了 现在你说你养老不管了 这可以允许吗 这当然不能允许的 秀卫老师我从90年的末看您的书开始 我觉得每一本书都是当下提前发现问题 在我看是最好的一种 怎么说呢 一个价值锚链 但是比如说 举其中一个 那又如何 比如说像共同的底线提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讲 我都不用讲更高的共同底线 讲左上右边的问题 就是说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 我觉得我现在都认可 这个社会应该是往下滑的 比如说你为专制唱赞歌 你为仪器唱赞歌 你去诽谤人骂人 我觉得那个都是正常人 只要你不去举报一个人 他就觉得好 因为底线在变嘛 那现在你看我都觉得 我的熟人里面朋友里面 原来现在三观是很好的人 现在发现他开始举报人了 这是最近几年发现的 我觉得这个底线 我觉得我还算年轻 还有几十年的工作 我们当然希望 社会是往好里去走 那么我们的努力 对视和进步方向是有一致的 那现在看上去好像 他最近在倒转 这个事情我觉得要说复杂很复杂 因为很多具体事件都有 都值得讨论 但是说的简单 无非就是两句话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做好那种 见缝插针有空就专的每一件事 不管是宪权还是问责 是吧 那么至于最终的结果 历史从来就是不确定的 而且我们的努力的价值 就在于它是不确定的 是吧 就是假如确定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努力了 就是因为他不确定 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去努力嘛 你要说 谁能够给给你指出一个什么药方 说说说说说 实行了以后肯定就能如何如何 那根本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药方的 而且中国的前途本身在目前的 传球化时代 它也是个互动的过程 是吧 有时候中国的事情 也不是中国自己能够决定的 比如说西方如果他们的很多做法 做的不对的话 那的确会把他们搞糟了 实际上等于也就是 给我们的这边的那些 抵制改革的人提供了 那个那个口识嘛 是吧 我觉得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种很糟糕的状况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西方 这些年来的一些 一些应对实测是有关的 因为他们的应对实测导致了他们的很多 应该纠正而没有纠正的弊病 是吧 那么这些弊病当然就是 使得他们的那个所谓的 就是原来所谓的榜样效应 就受到损害嘛 我想 回到今天这个讨论的这个主题上 就是这个 您是把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做了一次 但如果咱们把 把东亚的这个民主国家 也考虑进来的话 其实 我觉得目前在国际社会上 大家 可以说是一致称赞的 其实是韩国 韩国在没有执行中国这么严格的 这个这个各种限制的情况下 也很好的控制比起来 而且整体来看 东亚国家相对而言控制的 都是比西方国家要好 我觉得有的东西恐怕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你说韩国好到什么程度啊 他反正他现在的 如果就具体的数据看 其实也是蛮吓人的 是吧 只不过就是比什么地中海源线 原岸的那几个国家 比美国可能好一些 但是你说他比那个什么 北欧的那些国家好到哪去 比东欧的那些国家好到哪去 也难说 而且以前人们曾经批评他们 比批评欧美更严重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机会主义 因为当那个那个在大概在一个月以前 欧美没事 但是他们好像显得什么 什么那个叫什么 钻石公主号啊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儿 当时大家都去批评他们 而且批评他们的时候 往往有些人也拿中国做对比 说你看中国就可以控制得住 他们就控制不住 的确也是 是吧 如果按照中国那么对付钻石公主号 我觉得当然也是可以 是吧 但是你这个事情 我觉得每个国家具体到每个国家 可能他们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嗯 你很难说哪个国家来做的更好或者做的更不好 是吧 但是呃 而且我还要讲啊 那个因为因为东亚这几个国家 疫情发生的早 呃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把全世界的口罩 几乎都买光 是吧 他们要人人戴口罩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个习惯问题 他们也的确有这样有这样的条件 你现在欧美国家你就是想戴口罩都没那么多口罩了 到底是欧美做的好还是他们做的好 其实欧美做的好这个说法本身做的好不好本身 因为欧美本身他的也是千差万别的嘛 但总体来讲我觉得的确是呃 呃 民主宪政制度使得他们呃 呃 不可能不择手段的去做一些事 是吧 这的确是限制了他们实行强制手段的空间 但是中国这种就是说 其实就是才是一个就是牺牲武汉保全国的这么一个特律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建设难题里面 就我们牺牲那一个人去救那五个人 这个问题啊 我我在谈到那个呃 泰坦尼科号这个事案例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很多了 是吧 我觉得在非常时期 有的时候就是要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的 是吧 但是有几个条件 第一就是当然是刚才张静也讲的不能常态化了 是吧 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既然这个事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就不能去歌颂这个事情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决策者本身 绝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分 尤其是这种非战争的紧急状态更是如此 是吧 这里我要讲战争状态有的时候 呃都还不是这样的 是吧 比如说战争状态肯定也是死了 牺牲了一部分人 是吧 那么牺牲了一部分人以后 可能国家就可能 其他人就得到某种利益 是吧 不管是什么领土啊 赔款啊 主权啊 尊严啊 自由啊 独立 不管怎么样吧 是吧所谓的战争就是 就是牺牲了一些人 但是争取到了一些生命以外的 那个 而且是理论上讲是全国共享的那些利益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做出这些决断的人 他能够得到比较高的评价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但是抗疫和抗灾尤其是抗疫 它和战争不同的就是 抗疫是不能 是没有什么生命以外的东西可以追求的 是吧 你说所谓的打败病毒是什么意思 你能从病毒那里得到领土吗 你能从病毒那里得到主权吗 得到平等吗 得到什么尊严 得到赔款吗 都得不到的 是吧 所以抗疫这个事情 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指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受害 但是有些人受害的更多 其他人受害少一点 是吧 比如说武汉的人可能就死了很多 其他地方的人死的比较少 但是你也不能说 其他地方的人就占了什么便宜啊 其他地方照样活动不自由啊 照样就业受到影响啊 照样娱乐什么什么都减少了很多啊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要用泰坦尼克号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那个船长就是一个代表 这个船长决定 男人不能上船 富如优先 等于他就牺牲了那些男人的那个权利 那么这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值得赞扬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中 船长唯一值得赞扬的一点就是他自己也死了 是吧 如果他制定了这条政策 他又活下来了 是吧 男人不能上船 但他自己上了船了 那你说他不被骂死啊 是吧 他唯一能够被人认可的就是他也在牺牲之列 至少他没有在这个事情中得到 不管是名誉 歌颂 权力 物质 不管任何方面的好处他都没有得到 但是如果是战争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一个伟大的战争统帅 那你就有可能一将功成万古枯啊 是吧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理由 因为你的确 为大部分的人争得了一些什么好处嘛 是吧 什么独立自由啊 什么什么尊严啊 什么什么什么 总而言之你牺牲了一部分人 但是其他 大部分人都有所得嘛 但是我刚才讲的 所以我我讲这两种紧急状态 在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第一你我你讲的那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 第二就是这个啊 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容忍 但这个事情没什么可歌颂的 除非做出决断的那个人也死了 是吧 那他就相当于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船长一样 是吧 那我们还可以说这个人还是 还是还是 他等于也是做出牺牲的一个人嘛 是吧 假如他做不到这一步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理由去去去去去去去 他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可以容忍的对象 但是没有没有任何值得那个那个称赞的理由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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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